今天我又到Cloud调Dorman 但是我今天会全程使用软耳来调Dorman的 原因是我在上次使用软耳时 觉得Dorman对软耳非常有兴趣 但是却比较难吃得进他们的嘴巴 所以我想更进一步的了解软耳调Dorman的方法 同时也想看看软耳还可以怎样吸引Dorman 软耳在近期是非常受欢迎的Dorman路亚儿 如果我们使用曲饼勾的话 我们可以把软耳跑到障碍区丢不卡耳 另外软耳最受欢迎的用法就是打水漂 如果你们有兴趣想了解打水漂跑法的话 可以点击这一个影片 不过在放鱼勾时会比较头痛 因为网上是有各种各样的放钩法 有人会选适合它大小的鱼勾 来配回去把钩勾在它的背部 有些人喜欢用比较小的钩 勾在比较尾部的地方 我也是有一个勾法想知道它的效果如何 而我就会在当天试试看这个勾法 是否比较容易上勾或比较好用 在开始前我会分享一下我的勾法 好首先就是软耳 去兵勾 还有一条kevlar 这个kevlar我是上网买的 它是这边有一个snap 这个snap是bsnap 它能够承受15公斤的拉力 而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经常在用这个snap的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kevlar回来 我会选这个kevlar呢 其实就是因为它这个snap我可以就是自由的换钩 我不需要就是再重新绑过一个勾 因为在网上呢有很多人他们把kevlar绑在鱼钩的方式 就是直接把那个kevlar绑上去鱼钩 并用一个粘质还是什么贴之类的来固定死这个鱼钩 如果说这个鱼钩不适合那个耳的话呢 就变到他们需要再绑过另外一个kevlar在另外一个鱼钩上面 而有snap的话呢就比较方便 如果鱼钩不适合的话 我就只是把这个snap给打开 并把这个钩拿下来再换上另外一个我想要的钩 这个钩它是50号的钩 而我的钩法就是这样 像其他的软耳呢 一样先把鱼钩吃进去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们这样来量那个鱼钩的位置呢 你会看到这个钩其实只是到它背部罢了 而它会在这个地方就直接穿了下来 但是呢我的方法并不是这样 我是先把鱼钩穿进去 但是出来的地方你们看到吗 这个地方我就是直接穿到进这边 让鱼钩从这个地方穿出来 没错就直接这样 KEVLA也直接套上去 然后我先穿出来先 好 穿得出来你们看到这个 软耳呢是被这个KEVLA给拉了进去 那么我们可以就是 再这样子拉回出来 你看 它形状是已经回来了 那么我的放钩的位置呢 我是勾在大概这里这个部分 原因是我发现到很多时候 Torman呢 当他们咬蓝耳的时候 都会咬到尾部的地方比较多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 把钩放在比较尾部的地方 可能当Torman咬耳的时候 也比较大机会可以勾得到啦 一样在把钩穿上去前 先量一量那个位置 好大概是这里 所以呢 这个路牙耳其实我也是用过蛮多次了 所以它是有这些标记了 所以我是直接穿上去 上去再穿回出来 那就完成了 所以穿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呢 它是在这个钩最尾的地方 而我选50号的钩呢 是因为它刚刚好到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说把钩勾到太过去后面的话呢 它可能会影响到这个尾巴的动作 所以我是把鱼钩穿到这个钩最尾部的那个地方 要多慢呢 记得kevlar一定要有 为什么 等一下你们就会知道了 好 让我们开始吧 当天的天气是处于阴天的 天气也比较冷 所以我们就从比较浅的地方 开始寻找我们的目标 用软耳的优势就是我们可以把鹅跑上草 也不太容易卡在草里 这个可以模仿小型的西翼 从草丛爬进水里的 因为Dorman也是会以西翼为目标的 我去死人展示弃動作 我会 zap死人展示弃吗 这我 tä递手 我去死人课 你不要是不是 opportunity 没见试 不得已 осс福 sixteen 有趣喔 你不的时候 是一只用暖胶中刀的刀曼 没错这个体型虽然不是说很大 但是怎样说都是用这个塑末式钓刀的 够菜了 然后就把它放回去了 Catch and release OK放下了 赞 Miscore两轮 有还是有 我远路撞了 那只有 那只很大力 哎呦 是哦 哦 看那边先 看那边都没有 中了 不过这只小只 刚刚那只很大只 是哦 这只大概800到1kg的小宝曼仔 所以没错也是用塑末式钓到的 所以今天我的task呢就是全程用塑末式 这就是我今天的挑战 好啦把它放回去了 ok catch and release 在耳落水后我的方法就是好像操控铅笔那样来操控这种软耳 因为这种软耳在jerk的时候就好像铅笔那样左右摆动的 加上又是浮水的软耳 所以用它来钓到慢 还是可以继续的享受爆水的画面 就哎呦 哦 瘦 又另一只小多曼也是中软脚的 但是呢还不是我的目标提醒 所以等下再试试看 看有没有机会可以遇到大条的 OK Nice 又又又又又Follow 两只两只 小只 有的Fight一下这只 是哦 有的Fight一下这只 是哦 有的 哈哈哈 那个两只闪到的 哦耶耶耶 OKOK Thank you Eric 算是稍微大致一点啦 这一只比刚刚掉到的 这个有K应该有吧 对 也是软胶 可是还不是目标体型 今天一整天都是掉小多慢罢了 Catch and Release Nice Nice 我只能撞一刀 我只能撞一刀 是哦大力 哎呀 卡到这边 哇直接断掉 噢 大子哦 你中就转哦 命中还是什么 Snap段咬过龙了直接 这是大子哦 你没有放车大呢 有我就是放了kevlar卡咬过kevlar哦 好 开门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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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刀了 是哦 也是小的 当天的目标虽然没达成 但是成绩是超赞的 7条成功上岸 1条在船边脱钩 3条大条的脱钩 大条的会脱钩 我相信是我在打掉时打得太小力了 相信是掉到了那么多的小多慢 让我一时忘记要打得大力一点 经过在当天的测试 我发现到这一个勾法的重勾率会比较高 比起以前我的勾法就是把勾放在身体中间 的确会比较容易勾中鱼 小体型的多慢也是很容易就被勾到了 大体型虽然脱钩 但是重勾率方面我觉得算是很高的 如果大家刚好使用这种软耳掉多慢的话 不妨试试看这个方法来放置你的取品购 或是使用我的方法来掉这些多慢吧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 如果你们有把这个影片看到最后的话 不妨给这个影片一个赞 你的一个赞会为这个频道带来很大的帮助 还没订阅的朋友 请订阅并按下小铃铛 如果能的话 希望大家能帮我在今年内达到3万的订阅人数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